在竹山富州里有一位果农种植市面上少见的水果 牛奶果 一身华丽的紫衣 果实外观呈现苹果状 成熟时则会蜕变为紫色 牛奶果奇特之处在于无论切开叶片 果实、枝条均可以溢出牛奶一样的白色乳汁 这也是牛奶果名称的由来 产季从每年2月到7、8月 吃起来清甜无酸味 受到许多消费者的青睐 一颗颗硕食饱满的紫色水果 皆是Delic高挂果树上 这是原产于内代美洲和新印度群岛的牛奶果 果实很勤勉 可见到形状的白色可食果肉 从果心向外放射 像星星发射出的光一样看 过敏金星果或是新苹果 牛奶果奇特之处还在于 无论切开叶片、果实、枝条、菌可寄出 牛奶一样的白色乳汁 这也是牛奶果的名称由来 因为市面上还没有很多人种 所以抢在这个前面种 应该经济价值还可以 大概要六年左右 六年到八年这边开始 开始慢慢的会结果 差不多十年以后就会 产量就会很多 果实就比较强壮 盛产期大概在我们国立的 这个二月到七八月 一棵树一棵树大概可以采到两三百个 两三百个的这个果实 牛奶果本名为金星果 鼠三两棵多年生抢木 从小树苗种植生长 约七到八年时间才开始结果 目前在市面上 仅有少数的牛奶果在销售 因其货可居价格高 因此也被称为水果界的新贵 我们社区本来火龙果种了很多 因为目前这个火龙果的产量 有过剩的现象 所以我们的农友一直都在尝试着 新的品种新的果素 然后要来替代这个火龙果 所以有一个农友已经开始种 这个牛奶果 种了好几年已经开始生产 而且生产它现在都由 借我们这个坚果应销活作 送到台北市场去卖 目前的价格都很好 希望就是我们未来 受其能够转型的一些经济作物 国农表示 牛奶果本身的营养价值相当高 可以补充满满的胶原蛋白 并含有丰富的脂肪、蛋白质 口感甜嫩、Q嫩 并带有甜蜜香醇的风味 吃起来就像热带水果风味一般 而且几乎无酸度 相当的清甜 这个牛奶果它就是说 我们在吃的时候 在用汤匙挖的时候 它有一种那个白色的乳液 会跑出来 就略是牛奶 所以一般我们就称它为牛奶果 紫色的就是里面有一点热有一点紫色 白肉的就是里面完全就是白白的 但是吃起来的口感差不多啦 有的人还是会买来尝试说吃看看牛奶果到底口味怎么样 牛奶果曾季从明年的二月到七八月 由于口感独特 吃起来的清甜五酸味 出到许多消费者的心内 想要常见民众 不妨趁着尘寂心间 精致体验牛奶果的新鲜魅力 记者 蔡志祺 竹森采访报道